还有台东县家福中心为了鼓励受福住的三千多名平童 奋发向上脱离贫穷 每年都举办了明日之星的颁奖活动 今年特别增加了一项生命奖 由一名国小二年级患有肢体障碍的女童获奖 受到全场热烈的鼓励 住在台东县东河乡都兰村的高采银小妹妹 她是今年台东县家福中心明日之星颁奖典礼 新增了生命奖奖项的得主 高采银小妹妹今年读国小二年级 她患有先天性 心脏半膜脱垂疾病 而且一只脚行动不方便 走路随时会跌倒 体型也比同年龄的儿童小以后 但是她生活和学习的态度非常坚强 她很坚强 她自己背 她要自己背 她很坚强 她的那个书包的东西 上课 走路方面都还可以 还可以接受 高小妹妹有四名兄弟姐妹 市长的父亲和患有慢性疾病的母亲 平常靠打零工维持佳绩 三年前接受家福中心的辅助 但她们一家人都不向命运低头 努力生活要脱离贫穷 这个奖项其实也是对她们一家人的鼓励 像高小妹妹一样的家庭在台东县也有不少个案 而高小妹妹一家人坚强的生命力 也为这样的家庭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